这个智商只有七岁的父亲 怎么也不明白 这些人为什么不让他的女儿回家 但面对着冰冷的判法 他也没有办法 不过还好他有一帮朋友 虽然这些朋友都和他一样存在智力缺陷问题 但三个臭皮匠也顶得诸葛亮了 在朋友的胡言乱语下 他最终从几百页的黄叶广告中选出一位律师 这可是一位当地最好的美女律师利塔 一天同时要办八个案子 一小时收费也是天价 但正所谓无知者无畏 时薪只有八块的山姆 不仅找到了利塔 还在他办公室玩起来转转 看着眼前这位有点特别的客户 利塔本想礼貌地敷衍了事 可单纯的山姆哪里懂得这人情世故 喋喋不休的他 直接把一项稳重的利塔弄爆炸 为了尽快地赶走山姆 利塔只好撒了个谎 说会给他另一个律师的电话 这才打发走了山姆 可第二天发现电话打不通的山姆 又找到利塔 就当他准备再次打发走山姆时 旁边同事们的眼光却让他有压力 因为在同事们眼里 利塔就是一个指认前的律师 还因此老在背后嘲笑他 也许是为了挣回面子 他竟然当着同事们面大声宣布 免费接下山姆的案子 听到这个消息的山姆 像个孩子一样一把抱住了他 高兴的他甚至把口水流在了利塔脸上 可让利塔没想到的是 原本看似简单的案子 但配上了这个特殊的客户时 却变得异常棘手 想把法庭上那些有力的话术交给山姆 但他不是记不住 就是不想撒谎 想在山姆身边找几个证人 结果却发现全是和他差不多的人 慢慢的利塔有了重隐隐的感觉 这个案子可能只能靠他自己 很快这个最好的律师 就出现在了社区法庭上 果然一切都在他预料之内 山姆和他的那些朋友 差点把严肃的法庭 变成了游乐场 但即便是这样 这位王牌律师依然不慌不忙 把握着节奏 慢慢的把被动的氛围拉了回来 最后甚至把控方的证人说哭了 你觉得你可能有错过了 就这样他们有惊无险地拿下一局 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